救護車緊急開進學校 因為平靜校園竟然發生教官遭砍 動手的還是一名高中學生 校方表示砍教官的男學生 29號上午到校 沒進教室 跑到教室的一樓底下樓梯間 用四張小板凳围成床睡覺 結果被尋堂的教官發現 教官說要告訴家長 學生卻當場暴怒失控 校方表示男學生之前就有數次 躲在樓梯間睡覺 被其他教官發現 警方初不了解 行凶的男學生 前一天因為玩手機遊戲太著迷 被媽媽關掉網路 母子兩人大吵一架 男學生隔天躲到樓梯間睡覺 又被教官勸離 才會拿隨身攜帶的水果刀 刺傷教官後背肩膀 還好沒有傷及要害 之前有沒有不了解 他為什麼會帶水果刀 也不知道他也會有帶水果刀 來學校的這種情況 他表示當時帶刀是要去學校裡面 削水果使用的 校園經傳學生 持刀砍傷教官 因事發時 有不少學生募集 校方表示一堆個別班級輔導 也將持續追蹤學生的狀況 警方目前也接觸調查 釐清學生行凶是否還有其他原因 接著來關張炒股談談不樂